好,講完透鏡之後就是重點 我們透鏡的成像 有凸透鏡成像,凹透鏡成像 我們上課的時候講過很多方法 讓你能夠知道 有一個是我現在在這裡 不會提的方法叫做畫圖法 過去的講義有寫會畫三條線 會畫三條線 然後知道其他在哪裡 我小時候都是用畫圖法解決的 但是呢,現在我有我的教法 那是敘述式的 把敘述記下來 焦點以外呈導力實像 焦點以內呈正立趨向 好,記下來 兩倍焦區外是縮小 兩倍焦區內是放大 然後呢,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然後看題目套上去 你就知道它是正立還是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實像是虛像 這是用背一些 背一些東西 規則,結果 用背的方法幫我解決的 物在焦區外呈導力實像 物在焦點內呈正立虛像 兩倍焦區外是縮小像 兩倍焦區內是放大像 放大像,OK 就是突漏鏡的成像 然後呢,有一個特殊點 過去很愛討 現在比較不愛討 就是正好兩倍焦區的時候 這時候物具是兩倍焦區 像區也是兩倍焦區 然後它成立的是相等像 導力相等實像 這在以前很喜歡問 還會特別做這個實驗 但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強調 但是它其實很重要 你知道高中的時候 會有公式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兩倍焦區就正好 也是兩倍焦區 物具會等於降區 而且成立的是相等的像 所以導力相等實像 這是一個特殊點 希望你能夠記住 然後呢 另外一個了解就是 基本上是越靠近 焦點像越大 從遠處逐漸靠近 焦點像就越來越大 從通過焦點之後 再逐漸遠離 它就會越來越小 簡而言就是 焦點的像最大 實際上就是無限大 一個細胞都放到 跟宇宙一樣大 所以根本看不見 看不見 所以 越靠近焦點像越大 這就是我們用計的方法 來了解 凸透鏡的成像 那凹透鏡就是一種像 所以考試比較不喜歡考 因為它就只有單一而已 背完就沒有事了 放哪裡都一樣 它不管如何放 都是成了 正立縮小虛項 在成像位置 比物體更靠近 透鏡的地方 同色更近 透鏡的地方 成一個正立縮小虛項 你還是要記住 雖然考得比較少 你要記住 凹透鏡就只有一種像 這個是用所謂的記憶的方法 讓我們知道 有哪樣的成像 把它記住 然後套到題目中 你就能夠知道它的成像性質 這個是我要請你記住的 成像的位置 物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焦距 向在兩倍焦距 物在焦點 向到無限遠 這個時候都是一側 在透鏡的兩一邊 如果你更靠近 透鏡 那邊已經退到無限遠了 退無可退 所以翻過來 變成同側一套 靠過來 所以同側無限遠 靠過來 然後呢 記住 物在無限遠 向在焦點 物在兩倍 向在兩倍 物在焦點 向在無限遠 這就關於成像位置 另外就是 我現在上課 是用畫圖的方法 就是 幫你記住成什麼像 好 我叫你畫一條橫線 切一個2F 切一個F 然後呢 寫上 縮小 放大 寫上 導力實向 正力虛向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你就可以 知道它應該會成什麼像了 好 所以如果東西放在兩倍焦距之外 如果東西放在兩倍焦距之外 那麼你看到兩倍焦距外是什麼情況 下面是縮小 上面是導力實向 所以它就會成為一個縮小 導力實向 那如果你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往下看是放大 往上看是 導力實向 就會變成 放大 導力實向 正好放在兩倍焦距外 往上看是 導力實向 往下看是 既不縮小 也不放大 那表示 相等 表示相等 所以呢 兩倍焦距成為相等 導力實向 所以畫完之後 你就能夠曉得 它會成什麼像 我現在是用這個方法教 讓你記住 它會成什麼像的 好 學生有告訴過我 這其實真的很好用 如果你不想用 會沒有意見 黃處理 另外還有記住 就是剛剛講過的 焦點向最大 所以 從左邊靠過來 焦點 要抑側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偷進兩邊 抑側見大 進去以後 變成同側見小 反正焦點向最大 從焦點去看是 往下看是放大 往上看是 既不正立 也不導力 既不實向 也不虛想 叫做不成像 OK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記憶的方法 讓你能夠記住 成像的狀況 講義上也有表格 剛才會出現一個表格 你要把表格背起來 你不怕背到昏倒 你知道表格背起來 一樣可以解決 還有一個畫圖吧 畫圖吧 我講過我小時候都是用畫圖吧 上次 以前講義上有寫什麼畫圖 我們也上次講解過 畫圖法 知道成什麼像 隨便 你有什麼方法 反正你就要搞清楚 人家問你放在出透鏡 兩邊焦區跟焦點間 成什麼像 你讓你都回答都對了 OK 放在這裡成什麼像 想說成這個像放在哪裡 你要揮都對了 記得 就是當然簡單的表格 這個表格當然比講義上的表格簡單多了 把重點寫下來給你看 這個寫下來給你看 OK 你背表格也可以 你背那些敘述也可以 你用畫圖吧也可以 你用我教的那個圖示方法做也可以 隨便你怎麼做 反正你就要知道 東西放在這裡成什麼像 想成這個像 東西要放在哪裡 就要把它全部記熟弄會 就對了 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突透鏡 凹透鏡的成像 OK